果然是她 我这就去把她给绑了 别闹 她现在奉旨接管县衙 你去绑她不是造反吗 那怎么办 这疯女人害得我 害得你怎么 害得我们小飞龙 伤痛缠身 实在可恶 她有备而来 再加上宗应林的保护 我们被她迷惑了也不奇怪 主要是大人 她已经知道了这一切 就怕江木春对她下手 那边我让香瓜盯着了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主要现在这个情况 你不能和江木春动手 她一旦生气 再治你一个为令擅长之罪 谁都保不了你 这么严重 刚刚还说我呢 你现在啊 已经不是失业了 擅闯县衙等同谋反 王亲贵族都一样 你说得对 我们现在不能让她抓住任何把柄 段风跟我说 是老铁主动去找她的 看来江木春已经把老铁收买了 这个女人 早就补好了这场局 等着我们上钩了 这个女人 真是蛇蝎心肠 我恨不得现在一刀把她给剁了 不对啊 正不透 怎么不对 还有那个周正道 最近也不见人影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去哪儿 你不是要听故事吗 我去拿酒 好 相官 雪梨 大人 你醒了 师爷呢 大人对师爷 真是情深义重 一醒来 就要找师爷 可惜大人看错人了 师爷跟土匪勾结 想要一同刺杀大人 大人都不记得了吗 你 你 正常逢人哪 大人病中 还是不要操心 县衙的食物了 我也向皇上请旨 赞解代管 县衙的义婴食物 大人可以安心养病了 臣小小的统领 有什么事我可管啊 说到底 不还是丧姐 私藏黄金的案子吗 牟春想要的是什么 自己还是清楚的 周正道就是周如意 周如意就是周正道 谭林一你笨死了 长眼睛就是为了好看吗 这都看不出来 姐 你想什么呢 没什么 相关送来字条你怎么没看 写了 写什么了 大人已经醒了 并且性命无虞 说是这么说 谁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了 还有我的宝贝香瓜 专家 我 brut的 好 我干不得了 我干了 我不会害大人吧 大人